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为要叫临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 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 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 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 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弟兄们 我自己也深信 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但我稍微放胆 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神 所给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 做基督耶稣的仆役 做神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 借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 只转到一粒利谷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 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 将要看见 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 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而且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但现在 我望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 乐意凑出捐相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为帮人 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把养生之物攻击他们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相 可蒙圣徒悦纳 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同得安息 愿赐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